作词 李宗盛 李宗盛 什么事啊 嗯 大哥 实在不行 我带你去南岳城换 有话好好说 说什么说 你都是通缉犯了 让我跟着你混 我能什么好日子过 啊 你别过来 你把花放下 我放下来 我用什么挡 你放不放 嗯 哦 我知道了 你是想拿我的话 跑去卖对不对 住口 你把花放下 我让你死得痛快点 你放屁 要死也是你死 早晚有一天 官府会把你们都抓了 你果然是官府的人 你快来 你别死 你拿你往后退 好 好 我退 你再退 我退 我死了 别别别 别死了 明啊 就是他就是他 他贼讨厌 他想杀了我 少爷 童小姐 这怎么回事啊 小贩说不留我活路 所以我特地换了衣服 万一到时候他们回来找我 发现我躺在那儿 就不会继续追杀我了 少爷 小贩死了 你为什么这么伤心啊 是啊 我 当时眼睛浸沙子了 此事就此结果 你 他们上哪个方向走了 文锦占一心想保护家人 说他知道大当家是文二夫人 只怕要自我纠结了 啊 还是我去吧 现在我还没有被暴露 到时候我找到线索了 我再给你们留记好 你不是说他们不留你活口吗 嗨 那是小贩说的 不是大当家说的 反正我去肯定没问题 不行 我不能再让你隐身犯险 哎呀 没关系的 现在他们已经相信我了 放心 我不会有问题的 我 你先回去和张仆头会合 一路 一路 沿途按照我的记号找我 我得去保护子福 刚刚为什么 他未曾跟我说实话 只怕 还有其他隐情 是 守卫文锦站的轻功就好了 老爷 夫人 你这 收拾这么多画 是要去干嘛呀 老爷 我约了别家的夫人赏画 夫人 都这么晚了 什么画非得在深夜欣赏啊 明日一早再去不行吗 自然是特别贵重的画 我已经和夫人们说好了 你等等 夫人 这 这不是那个什么 赵大师伪造的话 所用的印章 好像就是这个 这个 老爷放心 这个是假的 老爷放心 只是巧合而已 我怎么可能买假话呢 不不不 不是夫人 这不是一句巧合就能解决的事情 这个确实 老东西 废话这么多 要不是看在多年夫妻的份上 老娘一掌把你劈死 是你 你收手吧 你好好在文家做二夫人不好吗 有什么好的 有什么好的 钱是文章的 又不是我的 你要那么多钱有什么用 你现在不愁吃穿 你要什么 文老爷都会给你买 文锦绽 已经没了娘亲 她现在只剩你这个姨娘了 这个傻丫头 原来是担心我失去亲人 趁现在事情还有回旋的余地 你懂什么 你收手 我在文家算计多年 从一个端茶倒水的丫头 苦熬到现在 吃过多少苦 受过多少累 有过多少心酸 是你这个小丫头 说收手就收手的吗 如今事情败露 谁都不能阻止我 文二夫人 这些事情都过去了 我们要往前看不是吗 往前看 我也想往前看呢 文锦绽会同意吗 文章会同意吗 官府的人又会同意吗 我实话告诉你 文锦绽的娘 是我故人杀了她 死丫头 要怪就怪你和文锦绽 站是一会儿的 时间也不早了 你也该上路了 文锦绽 不用说了 我全都听到了 文锦绽 文锦绽 没想到你竟然躲在暗处 姨娘 我再叫你一声姨娘 你就束手就擒吧 不可能 今日你敢拦我 我便要了你的命 所有人 缉拿肇事 不用反抗 格杀勿论 老人 文锦绽 文锦绽 赶紧去看看你爹吧 带走 父亲 你 您没事吧 带走 你 您没事吧 你 您没事吧 你 你快去报官 让张大人 把那个招事抓起来 记住 他会功夫 你们千万别被他上场了 伯父 你放心 二夫人已经被张不快抓走了 这句话 如果你们被他上场了 我这辈子 都没法跟玄宁交代 父亲怕是还不知道 就是赵氏杀害的母亲吧 你说什么 当年 赵氏为了谋夺文家的家产 故人杀害母亲 而父亲则适合杀害 文锦绽 伯父已经很伤心了 伯父 您也只是被人利用而已 况且 确实还要知道 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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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父 坏人已经被抓走了 我们以后可以好好过日子 是不是 陈轩宁 师弟对不起你 更对不起 因应临周倩的嘱吐 陈儿 父亲 陈儿 当初你娘 一直跟我说 你有当画师的天赋 你娘也盼着你能成为画师 让我一定好好培养你 这些年 我一直都误以为 你只是叛逆 却没有了得 跟你造成了这么大的伤害 占安 是爹 没有照顾好你们娘俩 爹才贵 爹 对不起你们 有误 Earn 这个 你怎么想 你怎么想 这儿 画起描写痴情的书 提笔落后尽更言无数 没了就吵尽湿了眉目 望庭院深深红尘几度 谁用榴莲斩写相似如骨 此此举举尽莫想为处 滴滴裂燃那枕声书 继续烧花将心辜负 三千情丝付不住 散多纸上钢天辛苦 几滴泪燃那枕声书 继续恩上如意赐付 最怕钢射弄冲出 和泪醉里兰赐物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